7月23号12时41分 在海南岛东北海岸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国用长征5号摇四运载火箭 成功将火星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火星探测之旅 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第一步 天文1号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 到达火星附近 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 进入还火轨道 并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 进行火星科学探测 通过探院工程的实施 我们已经具备了一步实现绕绕巡视 就是一步实现环绕火星探测 和着陆巡视探测火星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选用了这样的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是非常难的 如果我们在明年圆满地落在了火星表面 我们将是第一个通过一次发射实施绕桌巡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火星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 与地球临近且环境最为相似 是人类走出地月系统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目前国际火星探测已取得了丰富成果 发现了火星曾经有水 甚至现在还存在水的若干证据 这也极大激发了人们在火星寻找生命的热情 在环烧器上 它要对火星表面磁场 表面形貌 还有前表层结构 甚至是水冰的含量 这些进行探测 在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也是有光学的载荷 看火星的表面形貌 然后分析物质成分 看前表层结构 也对磁场进行分析探测 还有对火星表面的气候 进行一些测量 对大气的气温气压和温度 这些进行测量 所以是会对火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于2016年1月批准立项 由中国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 具体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 发射场 测控 地面应用 等五大系统组成 在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各个系统都有新技术的应用 喀什值得一提的是 它除了探浴工程建的35米测控站以外 还又新建了三台35米的测控站 可以四台联网 天线组阵 这样就是测控能力更加强 完全能够实现 火星距地球最远的4亿公里的时候的测控通信 这是测控上也是非常 技术上也有很大的突破 据悉 受天体运行规律约束 火星探测窗口每26个月一次 并且窗口时间较短 1996年以来 几乎每个发射窗口都有火星探测器发射 2020年更是迎来了多国齐聚火星发射窗口的 深空探测新高潮